我们可以先了解下Wallupress内容评论的功能 现在我的身份是网站的管理员 我们可以先打开一个内容 在内容显示的一面上有一个评论的表单 在这里我们可以输入一点评论的内容 然后按一下发表评论 因为我的身份是管理员 所以这个评论可以直接的在这个内容一面上显示出来 再回到管理后台 在评论这个界面上可以管理网站用户留下的所有的评论 下面可以再用一个普通的订阅者的身份去登陆到网站 比如小雪这个用户的角色是订阅者 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内容 在这个评论用的文本框里面输入一条评论内容 然后再发表一下这个评论 这条评论现在需要审核以后才能够显示出来 在这里会提示说您的评论正在等待审核 回到管理的身份 刷新一下这个评论管理界面 这里会出现刚才小雪发布的这个评论的内容 但是这条评论有一个红色的背景 表示它需要审核一下 管理网可以在评论操作这里面选择批准 再回到这个小雪的身份 刷新一下页面 这个时候它的评论才能够正式在内容页面上显示出来 评论内容还可以回复 我可以按一下这个评论内容项目下面的这个回复 输入一个回复的内容 再发表一下这个评论 这条回复会显示在这个被回复的评论内容的下面 因为小雪这个用户之前有一条被批准的评论 所以他再次提交评论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审核了 这个行为我们可以去配置一下 在设置评论这里面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评论相关的东西 在评论显示之前这里面勾选了这个评论者先前有评论通过了审核 也可以选择评论必须人工审核 这样用户的每一条评论的内容在显示之前都需要管理员手工的批准才能够显示出来 不想手工的去批准显示评论的话 我们可以取消勾选在评论显示之前这里面的这两个选项 刚才我们试过评论是可以回复的 这个是因为在其他评论设置这里面勾选了启用评论签套 后面还可以去设置一下这个可以签套的层级 摩认在内容页面上会显示它的所有的评论 如果内容的评论数量太多的话 我们可以勾选一下分页显示评论 设置一下每一页显示的评论的数量 比如说我想每一页显示十条评论 这里把它设置成十 再按一下页面底部的这个保存更改